我们在上一次的那一集 有谈到不孕带来的是 相孕还是相爱 然后也一起讨论出了一个方向 那方向就是说 不管我们在一生当中 会碰到怎样的事情 不孕只是在中间的一项而已 那要彼此的洗手 要彼此的一起来努力 好啦 那 虽然说要彼此洗手 彼此努力 那求子的这条路 还是要继续走 还是想要再多努力一点 那很多夫妇 的确嘛 如果我们知道了有一些 就是有不孕的结果 但是要知道这个结果之前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 努力的方式 那现在的医学又怎么的发达 那关于各样不孕的治疗啊 还有帮助怀孕的方法啊什么的 其实比过去的年代 已经有多了很多很多了 那采取这些科学的方法来怀孕 对基督徒来说 有没有违反圣经的伦理呢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从大的方向来看啊 不孕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现象嘛 那么人生病了 要不要去看医生呢 我们都会去看医生嘛 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都了解说 神可以直接的医治 对不对 神也可以透过医生来医治 医生是神给这个世界的一个祝福 服侍的一个祝福 所以当你身体上有软弱 有疾病的时候你就看医生 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 那个跟你的信心无关 像有些人讲说 我相信神我不要看医生 那个我们今天知道 那已经不是一个正确的教导 神可以用各种方法医治 医生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对于不孕的问题 我想也是同样的 既然现在的科技 已经能够突破一些 我们在生理上面 所碰到的限制或者困难 那么寻求这些医生 给予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我相信那是绝对是合适的 OK 所以就是说 可以接受就像生命一样 我们需要医生 而且神也给医生智慧聪明嘛 我们是可以寻求 寻求那个医疗的帮助的 但是这部分有个地方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今天的医学界 对于不应有各式各样的做法 那么因此我们对于不同的做法 我们还是有基督教的 这个真理上的 人理的这个部分 来做出一个判别 不是说只要有医生有方法 我们都去 我们还是要做出一些分别 有一些是合乎圣经原则的 那我们可以进行 有一些已经超越了圣经的 伦理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那部分我们还是拒绝 那这个要面对不孕的治疗 其实真的是非常漫长的 的一个过程 而且其实有时候是非常辛苦的 对妈妈来说 那有很多的治疗啊预备啊 各方面其实也是身心灵上面 其实都真的是很不容易 从不孕治疗到试冠婴儿等等的 不但是两夫妇都很辛苦 那每次都好像考试一样 哇 这个月有没有怀孕 然后要算很多的时间等等 其实在财力上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如果说走到了一个阶段 其中有一方实在是不愿意放弃 然后持续要治疗跟尝试 可是其实另外一方也很累 觉得说 我们已经尝试这么多的方法跟时间 我们要不要就接受这个事实了 可是另外一方就是不要放弃 然后就造成了很多家庭 不管是经济上 或者是精神上面的压力 这个到底要怎么样面对 如何可以达到共识 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一个人 面对苦难的时候的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么有些时候人碰到苦难 夫妻本是同龄鸟大难来临各自非 那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现象 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来不认为苦难是拆开我们两个人 苦难是更紧紧的把我们两个人抓在一起 我们两人是共同面对 当一个人生病一个人去治疗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不是说我没生命 另外一个人的陪伴 鼓励 支持 安慰 同样重要 夫妻之间的爱是从这个里面 去累积出来的 不是说我们只有两人看对眼了 我们很喜欢对方 流于这种情欲之爱 这种进到生命里面的爱 在患难中互相的扶持 彼此的接纳 共同的面对 这种产生的爱是有根有基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共同的来看 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它不是让你无灾无难 它可以在神的智慧里面 化腐朽为神起 它能够扭转这个处境 本来是一个很悲惨的 却能够产生一个正面的效果 那先决条件 当然是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基督徒不要碰到苦难碰到难处 我们就退缩 我们就只能走平顺的路 神若允许他必定可以在苦难之中 再更深的建造我们 好像约伯说 我从前什么都顺利的时候 我对神的认识就是丰闻嘛 我经过苦难 我如今亲眼看见 那是一个属灵生命 更深的一个一个成就 那我们知道属灵生命更成熟长大 你就更能够丰盛的领受神的祝福嘛 这是很重要 这跟今天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说 你多给神 神就多给你 都在外面这个打转不对的 我们属灵的跟神的关系更亲密 你就更尝到主恩的美善 恩典永远是白白给我们 不是我们交换来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去存在恩典呢 这是我们该做的 那至于你刚刚提到说 在这个治疗过程里面很辛苦 有人讲说我就不要再治疗了 或者说某些财务状况 对 那无法支撑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问题 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这部分的问题就是 夫妻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 不是说你不要了我要 任何婚姻之间的事情 不是只有说不孕这件事情 任何婚姻的事情 当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坐下来好好地沟通 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处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合适了 我们就往前行 我们两人之间意见不同的时候 不是吵架不是指责 不是各自 各自飞 各人走各人的 是坐下来好好的沟通 我相信圣经给夫妻这个定义 离开夫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了 成为一体你怎么分不开吗 成为一体就好好坐下来谈 那有时候我们俩谈不清楚什么 谈不清楚找好的辅导 找好的牧者去请教他们 该怎么样做 不要仓促的 贸然的去做决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夫妇之中 我们有神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福气 因为很多时候 你的感动跟我的感动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共有一位神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会接受说 到了一个地步 神带领我们到了一个阶段 我们都心中会有平安 然后就顺服下来 就顺服神的带领 对 有也很好 没有也一定有神极大的恩典 跟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面对 是 菲律比书那节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嘛 凡事件的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你可以告诉神 他下面讲说 神所赐人出乎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一念 下面讲保守你的心怀一念 保守你的心怀一念 就是说 祂会保守你怎么想 如果我们想错了 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神会提醒你嘛 那我们夫妻两人都学习 顺服神感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我们在主里面一定是能够达到一致的看见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预备这节目的时候 才想才碰到的 就是带领育母这个问题 以前刚刚开始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就是觉得就是一个 因为不能够生育 然后很想要有小孩子 那我们不管是先生问题 还是太太问题 总之我们目标就是想要生小孩 然后我们请另外一个人 来帮我们生小孩 当然他那个带领育母有两种嘛 一个就是说是 先生的精子放到一个带领育母的体内 然后带领育母跟孩子是有血缘关系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是 就是爸爸妈妈的精子跟卵子胚胎 就是胚子这个胚胎 然后就成功的植入到带领育母的体内 那跟带领育母是没有血缘关系 虽然我看到这个文字 我其实不是非常明白 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毕竟你是从他的肚子里出来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还蛮匪夷所思 蛮没有办法理解的啊 我觉得我们那基督徒怎么看待呢 实在是太有小孩 太想要有小孩子了 那 这是一个一条路吗 应该想的路吗 其实我想 连现在连很多国家都还没有通过 是很大的争议的 那如果基督徒动到这方面脑筋 是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去想 这个有几个方面的层次 我们得一个一个步骤的思想下来 第一个 好像我们上一集所讲的 我不孕了 不孕了是一个生理的状况 那么今天神给了我们有一些外在的 一些医疗的技术可以处理 当然有的时候神也可以直接运用他的主权来处理 那如果透过这些方式我们能够得到解决了这不应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途径啊 可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方式还不能够解决呢 那个时候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 透过医疗不行 你祷告神也没有超自然的直接坐在你身上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跟我们所有的祷告的基本原则都一样 我们人有一个盼望 有一个希望我们向神求 这是我们的权利 但是一个最正确的方式就是我求完了之后 我就把结果交给神了 神绝对听每一个祷告 但是神未必会照每一个我们祷告的方式去进行 真正的信心不是说我求了谁一定会做 真正的信心是我求了 但是我相信神所允许的处境 给我了我就接受 所以如果你透过各种方法你还是不应用 这个时候你应该用的方法是 这位爱我的神爱我的父 祂允许不孕在我生命里面发生 那我就接受吧 不要把我个人的欲望超越神的主权 这是一个基本态度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看 我们讲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说好了 那么我接受神给我的结果 但是神对于孩子的定位是什么 圣经给我们看 孩子是神赐给父母亲的产业嘛 所以孩子的诞生 应该是跟父母亲有关系的嘛 所以你从基督徒的伦理学里面来看 你包括做寺馆婴儿 我们都主张只有父亲跟母亲的金子卵子 放在寺馆里面去培育的 这个我们接受 因为他仍然是父母亲的孩子 一个做丈夫的金子 跟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的卵子去配合 我们反对啊 这个就你不是父母嘛 你只是透过人工的科技 人工科技常常是没有道德性的 不是说他不道德 是他不主张道德这个 他指这个技术 你好像我们今天在摄影棚里面拍摄 这么多的现代科技的仪器在 这些仪器没有道德性啊 他可以拍一个帮助人的 信仰上建立的一个基督教的节目 他也可以拿去拍一个摄影节目 他本身是中性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基督徒就要去判断 一个现代科技的作为 哪些我们参与 哪些我们就不参与了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里面去去看 看这个方向啊 那么讲到代理孕母的这件事情啊 那我们就要更严肃的去看了 不论你刚才说的是一个丈夫的精子 跟一个带领育母的卵子去结合 孩子说是 夫妇两个人陪子出来的这个受精卵 放到一个另外一个女人的肚子里面去 让她怀孕生下来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这恐怕都不是合适的做法 第一个 丈夫的精子 跟一个带领育母的卵子去结合生出来的孩子 那个不是父母啊 一个是父亲 那母亲呢 母亲不是啊 那这怎么会是神给父母的产业呢 不是嘛 第二个就算你是 妻子丈夫两个人的受精卵 放到另外一个女人上 这个受精卵放进去之后 这个孩子有长大的过程 在胚胎里面 你所接受到的所有的养分 所有这样的过程也不是你的父母啊 是另外一个女人啊 所以这部分来讲又产生这样的问题 更何况我想今天少数的几个国家 他们美国少数几个州 他们有这种带领育母的法律通过 可是我们也看到后遗症一大堆嘛 有的时候这个这个这个 带领育母怀胎十月生出来她有感情了 她生完了不愿意给你了怎么办 所有的带领育母的这些作为里面 90%以上我想都牵涉到金钱的买金钱的关系 这个女人的这一个神所赐的这一个 生育的这个能力 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贩卖 贩卖的这种获取金钱的一种工具嘛 这个都是我们反对嘛 再加上这里面再加上不孝的这些商人 在这里面制造成了一些困难啊 所以我还是主张最原始的一个原则 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科技里面 合乎圣经根据的方法去处理我们身体上 不健康的这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努力 还达不到结果 我们就接受这个结果 向神求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面对 这是一个基督徒 其实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面 也许我们没有不孕的问题 我们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有生活上的问题 有工作上的问题 有孩子碰到的这些问题 各方面来讲 有健康上的问题一样 我想原则都是一致 不是只有不孕的问题才这样做 我们面对所有处境中的艰难 都是这个态度 靠着神共同去面对 如果有一些方法 这合乎圣经真理可以解决的 我们都去努力 努力的过程里面 如果发现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太坚心不愿意要放下着 我们俩要充分的沟通 在合乎圣经的原则之下取得共识 那么另外如果有一些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可能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是却不合乎圣经真理的 这一部分我们就拒绝 那最后一个 接受神所允许的处境 夫妻两人共同面对 迎向这个处境 胜过这个处境中的艰难 这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 真正可以摆出来的见证 我们知道真的在最后这个时候 我们要鼓励所有在求子的路上 很崎岖很辛苦的 朋友们或者是弟兄姐妹 知道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们所经历的 虽然我们不完全能够明白 可是我们知道在生命里面 人生里面真的是有很多 高山跟低谷 但是呢 我们知道你所流的眼泪 神都珍藏 神都 神爱你们 祂愿意赐力量来给你们 面对你们的处境 不论得失不得失 主都与你们同在 都爱你们 嗯 希望有孩子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 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有的时候就像这么自然的想法 我们也未必能够得到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神从来没有忘记 神也没有轻忽你 神允许这个处境 神也允许 在缝浪中有祂同舟 你可以靠着祂 胜过这个生命中的挑战 基督徒最大的福气 就是我们并不是没有难处 而是在难处中不会仓皇失措 不会在难处中 因为我们自己的迷茫 而造成更大的难处 夫妇 是神所赐给人类一个极大的祝福 在这个祝福里面 我们共同面对挑战 新手相连 紧紧的互相扶持 共同的去胜过难处 你们中间的爱 在处境之中被淬炼成 那个别人不能夺夺去 任何人不能够影响你们的那个爱的 那个真正的伟大 让你们在难处中去经历这一份 神所赐 人不能夺去的平安跟喜乐